歡迎收看新台灣星光大道 陳秉扁昨天在初婉庭 被法官當證人 訓問了三個多小時之後 在雲林是說 他的感覺是 這些法官特徵組 根本起訴書判決書 現在都早就寫好了 他們在判施 在假先 下個禮拜 要抓他兒子 要抓他媳婦 然後就是他 要被抓進去關了 他一點都不怕 如果陳秉扁你覺得 這個特徵組或是法院在演戲 他幹嘛配合演戲 他昨天就出去 那三個半小時 還很認真的回答 而且遇到問題 還要遲疑一分鐘 然後沒有辦法回答 他這個遲疑一分鐘的問題 是這個問題 就法官問他說 錢是誰的 他撐了很久 講不出來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法官問說 如果在海外的資金合法 為什麼吳錦茂 不簽授權書 讓檢方可以查帳 那陳秉扁就回答說 這是見仁見智 有人主張說 沒有犯罪 為什麼要授權 而且不授權 也可以查帳 那法官就問說 那你的主張 也跟吳錦茂一樣嘛 你也這樣主張嗎 那陳秉扁就說 這不是我的錢 我沒有權利去主張 那法官就跟著問說 那這是誰的錢 那陳秉扁想想想 想了一分鐘 沒辦法回答 因為剛才大家也說了 這是誰的錢 關鍵是在圖利罪 有沒有圖利的 那個對象的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 真的以律師的敏感度來講 不能隨便回答 要想一分鐘 想了一分鐘之後呢 他就說 沒有回答這問題 誰的錢 就回答 我不知情的狀況之下 被匯到海外去 這個句子當中呢 沒有錢 這個主詞 對 就是說 我不知情的狀況呢 被匯到海外 也沒有是誰的錢 這個受詞 然後繼續想 一邊講這句話的時候 一邊想說怎麼回答 那在他想的過程當中 法官又說 這是大學法律 一年級學生 就能回答的問題啊 錢到底是誰的 那想了很久 講了一句話 這個跟這個記者會裡頭 講內容是一樣 這是我的選舉結餘款 被我太太匯到海外去 那選舉結餘款 這五個字 其實就是錢 那一個字的意思 對 這是我的錢嘛 把選舉結餘款 替換掉就變成 這是我的錢 但是被我太太匯到海外去 即便被他太匯到海外去 應該還是他的錢嘛 因為不是被他太偷走 也不是被他太太搶走 所以錢的這個主人 應該還是陳水扁 在這麼榮堂的這個懸答中間 還是讓法官判定了 錢是陳水扁的錢 所以葉勝貌 如果有幫助陳水扁 把這個錢搬到海外去的話 就有圖利陳水扁的狀況 所以我說這個問答 應該是這個意義在吧 這個陳水扁的預告 我給他看一下 陳水扁上個禮拜預告就說 本週 本週很像剩兩三天 昨天的預告又說下週了啦 又delay了 昨天預告已經說下週了 我要請賴清德這些委員 還有NCC看清楚 誰在指導辦案 誰在預告 陳水扁在指導辦案 陳水扁在預告 然後現在又拖什麼 他兒子媳婦什麼 再輪到他 可能又拖到月底去了 所以這大家看看 但是判決書啊 因為這案子根本還沒起書 所以不會有人寫判決書 只會有人去寫葉色帽的啦 不會有人寫陳水扁 因為法官還沒抽籤 不知道是誰抽到 寫寫好也沒用 要公開抽籤 不知道抽到誰 但是起訴書啊 這一點陳水扁就可以放心了 檢查官寫起訴書是邊辦邊寫 所以已經在寫了 寫寫再改來改去 所以這個東西 其實我覺得 他的這個抹黑撕拔剪掉的這個部分 其實陳水扁 不管在哪個場所 他慢慢的再加 加這個力道 如果都寫好啊 這就要怎麼辦啊 其實阿扁昨天啊 在這個以政的身邊被傳三個小時啊 因為我們以前在看這種大的案子喔 開三個小時沒什麼 我們這個黃律師應該很清楚說 以前開到一半還有去吃便當的 吃完再回來開 吃完再回來開 三個小時是算什麼 你問大條的案子 接那個大禮堂 像那個王家有沒有 接北院的大禮堂 以前我們在寺院啊 辦那個工程必然大禮堂在開庭 中間大家去吃便當吃完後再繼續開庭 這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我們也說會跟鄉親喔 不要讓他怪貴 三點鐘其實沒算回來啦 對大禮堂說其實沒算回來 第二點喔 阿扁若掌洗證人沒有錯 那是因為剛剛郁其兄有提到 那是因為檢察官的怠惰嘛 檢察官怠惰沒有起訴他啊 不然在這個案子裡面 剛剛主持人介紹在這些問答裡面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喔 他怎麼可能是證人呢 他沒有洩命 他是公務員耶 他是全台灣最大的公務員 他叫總統耶 怎麼可能說 夜色冒有事情 然後存在沒事情 你說去世界各國都說不通的啦 所以因為檢察官的病毒 其實我也必須講喔 你辦了八天起訴夜色冒我沒意見 那你為什麼辦了這麼久喔 還不起訴陳水扁 這我有意見啊 你說泄密的這部分 那我當然有意見說 到底誰是誰 你都搞不清楚喔 我都懷疑說 現在的檢調司法系統裡面 是不是還有夜色冒們 還默默的喔 還偷偷的啊 還按住一把這樣子 主持人我這懷疑是有根據的啊 哪有沒事那麼巧 啊怎麼從頭衝不到他們家的人 真奇怪 我問我真奇怪 那比較沖沖沖沖的 那些陳正惠 林德遜那些辛勞 我覺得這樣不公平 因為你辦齁 你看一致的標準嘛 所以我認為郭文發檢察官 他現在手上還有他治安 你告訴全國民 你要等李英豪 把陳水扁移送到北檢 還是你要自己喔 把陳水扁起訴 你自己看著辦 我說實在你看著辦 反正如果你說 我就一繼續拖的話 那你檢察官也不要幹了 下去幹率是算了 不過剛才惠文講到就是說 現在的這個檢調系統 到底還有沒有夜色冒們 在洩密 在拖延 在看說在什麼狀況之下 才要出手 按住 那或者是陳水扁 在歷次的場合當中 施壓抹黑司法 就是說你們不公平 你們判決書都寫好了 你們起訴書都寫好 就是要判我有罪 就是要抓我 到底是哪一種狀況 哪一種比例 昨天的這個偵訊當中 這個停問當中 也問到了類似的問題 陳水扁又爆料說 這個特徵組有問題 他告訴大家 影射說這個特徵組有問題 是誰有問題 因為法官問他說 葉上帽是不是交給你瑞士的情資 那陳水扁的回答也蠻輕鬆 他說他交給我也沒有用 調查局要的話 回去可以自己再做一份 所以給我沒關係 重點不是在有沒有給我 而且他說在他拿給我 在他告訴我之前 我就得知這項訊息 據我了解 特徵組在今年1月 已經得知海外帳戶的事情 這是陳水扁的爆料 特徵組1月就知道了 那法官就緊張了 問他說特徵組是什麼時候 用什麼方式跟你報告 情節是不是要跟葉生帽一樣 他就說呢 在我印象中 特徵組早在葉生帽 向我報告前 都已經掌握相關情資 也許有人向特徵組通風報信 也不一定 那向特徵組通風報信指的 應該就是拿到情資的調查局 調查局是不是有人 跟特徵組通風報信 但不是特徵組跟我報告 他講了咬了特徵組 又說不是特徵組 那不是特徵組是誰呢 訊息來自誰 什麼單位 我已經忘記了 這段非常重要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印象 我記得我曾經講過 1月9號 今年1月9號 黃瑞進在瑞士的帳戶 不是被凍結嗎 1月9號被凍結 其實那個時候 陳水扁就已經知道 因為當時候 瑞士聯邦檢察署的那個助理檢察官 那個女性的助理檢察官 要凍結這個帳戶之前 不是他問了黃瑞進 問了陳志忠 黃瑞進說是我爸爸海外投資的錢 陳志忠是我結婚的禮金 都不容 所以帳戶被凍結 陳水扁在那個時候就已經知道了 而且那個時候 陳水扁做了一個動作 我曾經講過 那時候沒辦法證實 今天差不多證實了 陳水扁那時候就找了 葉勝茂 找了陳聰明 找了施茂林 到官邸去 告訴他們說 將來會有這樣的一件事 而且裡面的錢 是我要去搞經濟外交的 大家讓口徑一致 然後見到1月18號 瑞士的公文 才到了調查局的洗錢防治中心 30號公文到葉勝茂手裡 葉勝茂31號 跑去通貨報信 然後接著2月1號再去 接著過年2月11號 2月12號 法務部團拜 這三個專門喜歡通貨報信的人 又碰面了 又到團拜的場合碰面了 這個就是葉勝茂口中 向陳聰明口頭報告 就那一天 然後接著13號 又到總統府去了 照講那一天 應該是好多人一塊去的 而且 我再提醒大家 第一次 1月31號 陳水扁真是也有講 他說1月31號是尾牙 尾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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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問你 尾牙的時候 葉勝茂去 陳聰明會不會去 那一天是很精彩的 尾牙應該很多人都來了 所以說今天陳水扁常常講的話裡面 陳水扁厲害在哪裡 他的話 有些真的 有些假的 有些有側面性的目的 有些是要講給某些人聽的 叫尋人啟示 所以他的話裡面 你要去給他分析 我覺得他話裡面 這個線索又出來了 所以通風報信的 不是只有一個人 葉勝茂 不過這個通風報信 大家都以為說 是葉勝茂去告知陳水扁 其實陳水扁跟大家通風報信 告訴你們說 即將有一個這個東西要來 所以是陳水扁 洩密給葉勝茂 陳聰明或施貌這些人 是他通風報信 因為他最早知道 資金被凍結 我想葉勝茂的這個 這個狀況 我覺得啦 因為一個公文絕對不是 是一兩個人可以持有 其實經手的一定很多人 所以大家說 還有沒有葉勝茂們 從二月 大家看到八月 整整二月到八月 政黨都已經輪替了 其實這個資訊都沒有公開 所以那些葉勝茂們 經手過這些資訊的人 包括我們所謂的 洗錢房子中心 這次被傳訊的主任也好 這六個月他們說過話了沒 這是心裡上面 他們會覺得說 也許不關我的事 我不要講比較好 所以當爆出來之後 才發現原來每一個人都經手過 這才是我們今天文官制度 最悲哀的地方 如果你當時發現 你長官的命令 是不合法的 其實我們有一條 行政法上面有一條 長官命令不合法 可以不聽啊 那你明天就一下吃自己 對 可是你聽了 你反而要吃刑責 可是我們的文官 很多 我覺得現在還有很多葉勝茂們 他們都在等 都在看 如果不到我身上 我就不講話 那或者說我出來講話 可能也許明天 我今天出賣了我的前長官 明天我現在的長官也不用我了 這是人性很正常的狀況 所以說這種情況還有沒有 甚至檢查體系裡面一樣啊 怎麼可能有情資到特徵組去 而特徵組沒有辦的東西 其實蠻多的不是嗎 也被吃了蠻多案就是 不過就是剛才這個深山講的 大家會想的是說 我現在如果出賣了以前的這個長官 現在的長官可能也不敢用 可是他們要想另外一些人 像林德遜 陳正惠這些 沒出賣長官的人 現在在哪裡 我們先進廣告